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2月5号星期五 人人影视被查封了 我知道有一些年纪大的人 可能就完完全全不知道人人影视是什么 但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 我觉得80后90后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来美国 说实话 我来美国之前对人人影视还不是很了解 我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看外国的这种电影电视什么的 看的也相对少一些 我是一个特别叫什么安土中谦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我从小就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 我到了最后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亲戚 我亲戚好像是96年 我96年就有一个我直接的一个亲戚就出来了 我还有一个我亲戚的亲戚 是最早的这一波 就是80年代 就是出国留学 就留在海外了 其实我要能说说我亲戚的 是什么亲戚来的 就特别的清楚了 但是就不太好 不太好 因为我有时候亲戚也看我这个视频 反正我亲戚的亲戚 他呢 以后我讲一次我的前半生讲这个吧 好不好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他是第一波出来的 他出来了之后 就弄得我这个亲戚 特别的想出来 就一直特别想出来 但是呢 那个时候你也知道 那个年代特别难 有很多 就很艰难 你看中国合伙人不也是吗 就是美国人民需要我 就死活就签证签波 那时候签证就签多少次签波 就大有人在啊 所以我亲戚呢 就费了半天劲吧 反正最后到了96年的时候呢 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我们家呢 算是这个就比较早的接触啊 然后后来呢 就是你知道这东西就跟那个 就跟那个那个签神一样 你知道吗 你先是来了一个 然后呢 先是我亲戚的亲戚来了 他先后来把他老婆弄过去了 把他孩子弄过去了 然后呢 把他姐姐弄过去了 然后把他爸爸弄过去了 然后呢 又是我的这个亲戚 然后我的这亲戚过去之后呢 老婆孩子弟弟 然后这个表侄女 反正你知道吧 后来我又了 你就知道 就是就是就有这么一个种子吧 就哗 牵牵牵牵牵啊 那现在呢 又通过我们这些种子 又开始再往这边拉 你就知道 就一下就是就过来了这一片 你知道吗 呃 但是呢 你看我我这么早的时候 我我他96年对吧 我想我那个时候 后来他这个他孩子过 后来他待着待好了之后 接到老婆孩子过来的时候呢 我还我还送他 那个那个时候我多大 那时候上我们上初一 对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上初一的时候 我还我们还去那个北京送他们 当时我还请了一天假 然后去北京那个呃 送他们上飞机 当时这个来美国还是一件 就算是一个大事吧 然后嘛 还把这个挺当回事的呃 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那时候上初一 但是就这样子吧 就这么多的亲戚都陆陆续续 来了美国了 我好像一直觉得怎么说 因为我从小吧 说实话 就是不是学习不好 就不学习 我从小就不学习 那英文说的实在的 就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毕业的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毕业 还能到最后老师都给画点题 是怎么着的 反正我就是反正他们画了题 我背背 然后我也看我妈妈意思 反正就靠死机 死机硬背 就这么愣的就这么 呃 就这么过来了 所以呢 呃 我那英文也是不打地 然后我就觉得我身上干什么 我也听不明白 也说不懂的啊 我到了最后来临来美国的时候啊 呃 年初的时候 年初我记得是2009年年 年初的时候 突然我妈也不是 是 是我亲亲的一个亲亲的一个朋友 然后回来了 跟我们都认识 你知道吧 你都不知道过来了多少人 我跟你说啊 那些人我们 其实我们都认识 要不就是邻居啊 你知道吧 而且他这个 他不能说啊 不能说 不能说啊 真不能说 你想都是亲亲 亲亲 或者要不要门口的邻居 你知道吗 当年呢 就是我妈他们这一拨人吧 他们不都在住在这门口吗 姐妹兄弟一大堆 你知道吗 然后呢在门口的人就都认识 互相呢 就是说你的小爷同学的姐姐是我的小爷同学 或者我的初中同学的谁是你的谁 因为就都在这门口这一片 然后就七之八节的 然后就又 就除了我们这帮亲戚 还有他们的这个 这个亲戚的小爷同学 然后呢 又是我哪个姨的那个朋友 反正你知道吧 就不知道就不来过来多少人吧 反正一个人回来了 回来了之后呢 就跟我妈说啊 说你应该让你儿子去美国呀 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呀 然后呢 正好那这儿呢 我在我单位跟领导闹得不太愉快 然后我妈就说 要不你就去美国吧 在这儿待着有什么意思呢 你又不能喝酒 这就是那年代小胡胡锦涛的时期嘛 说你就不能喝酒 你就不愿意喝 就是说没有前途 那时候不喝酒真的没前途 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是09年的1月份 那时候呢就头一次 然后呢 后来就正好呢 我妈那时候还没退休 然后呢 叫他来 那个人正好到我妈单位来了 跟我妈聊天 他那个从美国回来 那个人在美国待了十几年 然后回来了之后呢 也没什么事干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就是满处的 跟这聊了 跟那聊聊去 然后他在美国挣了点钱 回来之后 反正就吃了那老本 然后呢 到我妈那儿一座聊天 说 然后我妈说你来了 来了 见见这个 来了 聊了 跟我说了 说了一大堆 我就是从2009年的1月份 我才刚刚有这个想法 然后真的下定决心的时候呢 是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 然后呢 我11月就到了美国了 你就想 就前后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 我最后就 就来了 就到这了 到了这之后呢 脸上一抹黑 那时候也工作过一段时间了 然后英文早就忘光了 找乐子 就说什么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去大使馆签证去 你知道吗 大使问我 就是When are you born 是不是 什么时候出生的 When were you born 对吧 你什么时候出生的 懵了 你知道吗 我那中介给我培训的时候 每次都说What's your birthday 你知道吗 我都习惯了 突然来个 一下懵了 第一句就完了 直接就卡壳了 知道吗 全完了 反正感谢奥巴马 我来签证的时候 正好是奥巴马到中国访问 奥巴马说要欢迎中国留学生 知道吗 然后奥巴马走了之后 头一天我去签证的 我说要是当时也跟我们赶上前后脚的 那就应该有印象 那一天 那一天签过了多少 他们说那一天签过了将近两千 那一天基本上没有拒签过 因为奥巴马说要大量的欢迎中国留学生 欢迎中国人去美国交流 然后等奥巴马走 当时奥巴马来的时候 那大使馆关了三天也不四天 然后整盒 那是第一天开放 头一天开放 然后把前面三四天的有一些人就都挤过来了 那一天人又多 然后蹦的一下就炸了锅了 门口不知道签了多少子 你知道吗 简直那天整个就跟过年了 你知道吗 大使馆门口就跟过年了一样 每个人出来都拿着条 每个人出来都拿着条 你知道吗 大家都过 然后基本上就没有拒签的 反正 所以真的是也就这样子 要不然的话 我第一句估计就完了 因为我说来留学 你看你来留学什么学 你这一句就直接崩 直接崩溃 真的是万光了 那时候我都多大了 我那是27 你知道吗 去大使馆签证人 那时候我都多少年不上学了 我上学的时候 英文说的也都是一团糟 更别提 在工作了几年 工作单位根本就没有谁跟你说英文 对不对 早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我来了美国的时候 说是留学来 简直我跟你说 进来了之后就是那种双路曲 进语言学校 完全是一脸懵逼 真的是一脸懵逼 什么都听不明白 知道吗 然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真的是感谢人人影师 为什么说到这个 就说这句 学到人人影师的 然后就是我来之前 我总觉得 以我聪明才智 对不对 来了之后七十啪七十啪啪 我就学会了 对不对 就来了之后发现根本就不是 那么回事 而是你在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纯胡扯 我跟你说 英文你别指望语言学校 语言学校能教会 你都见到鬼了 你肯定是自己学 你知道吗 你想要学校教会 你那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吗 当然有可能 你十年有可能 对吧 短时间那是不可能的 短时间要想冲刺 一定得着自己 然后那时候我记得 特别的印象深 有我们一个朋友 也是在教会里 一朋友 他也是来了十几年了 他就学英语 他就说 就得看美剧 看美剧学英语 知道吗 告我 我说看什么 我那时候也没怎么看过美剧 我 在中国是天天干什么 在中国时候就喜欢打游戏 你知道 那个时候打魔兽世界 知道吗 还有什么 CS乱七八糟的 瞎玩 还有踢球 完全实况 什么的 天天就玩那东西 你知道吗 在单位里面没事 单位不就在哪 一人带个手柄 到单位装一个 单位 拐一拐 打游戏 你也坐在里面 你知道吗 是单位跟提文心实况 回家玩魔术世界 反正你知道吗 连美剧都不看 那时候 然后我说看什么 他给我推荐的老耳机 是吧 然后就从老耳机开始看 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老耳机 第一集看老耳机 老耳机 我记得二十多分钟一集 二十一二分钟一集 我那一集 我看了四个半小时 我看的是双语四目的 中英文对照 为什么看了四个半小时呢 基本上一句话出来 把十个单词 有八个都需要查一下 除了就是说 i she he 不需要查 剩下的连mr 恨不得到查一查 就是im i hope that am 都恨不得查着 确认一下 是不是这单词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说你说我这英文吧 到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你知道我这个语法也是 就是完全是混乱的 我后来学英语 也就完全跟着美剧学 然后也就是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 然后你知道吧 所以语法也是非常的混乱 这是事实 从小就没有正儿八经的学过英文课 我听英文课在干什么 光跟英语老师吵架了 你知道吗 我记得特别清楚 小学生跟你老师脸上对着卷 你知道吗 卷完之后他跟我轰出去了 然后轰出去了之后 把我轰出去了 门一关说滚 然后一看我在外面听不见 我们住在一楼 我就从那跑出来 跑到院里 然后站在我们外面 不是夏天吗 那窗户开 我站在窗户那卷 对着还得骂 你知道吗 他说去找班长去 把班主任叫来去 把班主任叫来 跟我递到办公所去了 要不然我们俩还在那骂街 所以你说我那英文我跟你说 然后到了最后什么程度 只要上英语课 英语老师就说了 只要我在班里 他就不上课 知道吗 所以所有英语课 我都到那个办公室去 知道吗 随便拿个英语卷子 去办公室写卷子写个屁 也没人管 反正我就去老师办公室坐着去 知道吗 上英语课 反正我在班里谈不上 你知道吗 我们班这边上课 不能跟我认办公室 怎么办呢 你看那学校了 这是黑板 对不对 然后这有讲台 小讲台 然后这老师有那么一个台 这是一个站着的一个台 比地上面高这么一点 对不对 然后在墙上有一个台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老师怎么办 是这样 讲台 然后我的桌子 我单独一个人坐 我的书桌 顶着讲台 然后我坐在这 对不对 然后我们班主任 把他那个讲台 高的讲台 就搁在我这后边 这 然后班主任就这样 知道吧 他 我这是黑板 我坐在这对着黑板 然后他把屁股坐在我椅子上 我这椅子比小学的椅子比这低 他屁股坐在椅子上 然后在那久不久有个讲台 摆着书在那讲课 然后这只手在后面 瞪着我肩膀 摁着我肩膀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在这讲课 他看不见我 对不对 他看不见我 我一看 我回头看他看不见我 我站起来 我来一个这个 然后去完同学在那 就憋着不乐 过一会儿 他一看同学怎么能坐在这儿 憋着要笑不笑的一会儿 一看我在这儿和我坐归脸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就给我摁在这儿 抓着我肩膀 不让我起来 你知道吗 他就坐在我椅子上 一直按着我这儿 不让我站起来 你知道吗 他在那讲课 然后我就在那坐 你知道吗 英语课呢 在办公室 班主任的课呢 我就坐在这儿 就按着我肩膀 不让我进来 我小时候多懂证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 反正也是 不是特别正常的一个孩子 精神多少有点 有点不正常 所以呢 真的是一团糟啊 所以呢 感谢人人影视 说半天我的意思 就真的是感谢人人影视啊 然后就是大量的开始呢 这个看美剧 呃 从刚开始一天可能就看了一两集 到后来就是一天能看多少集 就那么一直看 一直看一直看 呃 说实话没有人影视 我这个学上不下来 因为近期 你就是说你英文烂 你近期随便你老师讲课 你能听懂一些吧 对不对 你要不然的话 你怎么 你怎么能那个什么呢 对不对 然后真的 就以我这个聪明才智啊 就这样子 来了 去签证时进大使馆 温伍尔伦波尔没听懂的人啊 最后在美国 我是用了几年的时间 我最后 最后被美国前100所录取了啊 当然了 你觉得前100所录取了啊 你觉得前100所录取了啊 不是很牛逼啊 都前100所录取了 我告诉你啊 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啊 每一年差不多来三四十二人 我告诉你啊 真正能进美国排行前100大学的 10%都不得 你去查 我这个数据我告诉你去查啊 就是说能够进前100所的 连三四万都没有 你别看每一年来了这个三四十万留学生 能够进前100所的 连三四万人都没有 我一点也不跟你懂啊 就我们这种 来的时候一句温国人 不知道没听懂的 我三年 然后呢 最后被美国前100所录取了 对吧 就是在留学生里边 第一排进 就是每10个留学生 我就 就头一个了吧 对不对 都排进前10%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了 一个是 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 另外一个呢 也是依靠的这个人影 当然了 我也承认啊 我能够被录取 有切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上了数学系 数学系的英文要求不高 我本来不是学数学的 但是因为实在是没办法 英文实在也太高 只能就是 那你说语言不行 就拿智力凑版 就只能这个上数学 然后非常感谢啊 其实我当时这个 去这个学校的时候 也是这个有一个老师 跟我说的 我记得特别特别印象深 老师牛逼哄哄的 你知道吗 特别自以为是 然后我进去 我就说我要学什么 他说你去那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跟我说 你就跟我说 你想干什么 我愣了 我说我要不就进个投行吧 我说我可能我想进投行 我当时的想法 对不对 想进投行 就觉得投行能挣钱 对不对 实话实说吧 对不对 我觉得投行能挣钱 我想进投行 他说进投行你学着没有用 知道吧 他说你甭管你学快 我当时是想学什么 想学什么金融分析什么乱一八糟的 那天晚上 他说你别扯了 我跟你说你讲的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你在学校的学的东西 你毕了业了之后 你到了投行 投行要你把人家全忘了 整个儿子给你同教一遍 知道吗 我告诉你投行要的什么 通行要的不是你学的 就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 你学的什么会计的财务 都没有用 你知道吗 投行要的是聪明 你就学数学 你把数学学好了 知道吗 他看你真的聪明 他在要你了 你知道吗 你干脆还不如学个数学系了 你知道吗 你看这英文也不打低 突然一下毛色顿开 本来就是说不想学说实话 本来不想学数学 想学点简单的省心的 你知道吗 真的听人劝吃饱饭 最后幸亏是学的数学 我要不学数学 我跟你我进去瞅死我 我原先想学 他们说他们写论文什么乱七八糟的 有的和一写写几十件 他不要我的命 数学系这点好 数学系没写过论文 从来不写论文 就是算数 算完 弄完就可以滚蛋 那简直太轻松了 数学到最后真的 我跟你说 我都不上课去 你知道吗 让我老婆去 老婆去上课去 老婆去我上课去 老婆去记笔记 然后寄完之后回来 然后看看笔记 就去考试了 就基本上这样 最后我记得期末了去考试 我记得老是愣了 看我以为没见过我 走错了 我老是 我拿着去 上了一学习 课只见过我老婆 没见过我 最后就考试的时候去了 但是反正也都能过 真的是感谢他 省事省大了 你学数学简直 你要是学那些什么经济乱八糟的 你上课 你得听 你得读 他让你回来读那些东西 对不对 你数学真的回来就我老婆寄的 笔记本随便翻翻 你就可以去考试了 对不对 你省事省大了 我费死尽了 然后老师没事上课 我老婆是真的是小书呆子 特别认真 你看他去了之后 他还听不懂 然后坐在第一排 就这样看着老师 然后在那记笔记 特别认真 老师一看我老婆 特别喜欢 每次就喜欢提问我老婆 每次一看我老婆 绝望的看着老师 老师还特别喜欢提问你 后来听多了 还能达胜一两道 后来也还好点了 后来听听也好像摸着规律了 摸着规律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点懵了 听多了也还行了 其实还好 美国大学数学 我原先以为大学数学很难了 真的一学觉得 怎么说 我觉得数学 我觉得到了最后 其实你包括精算 实际上我当时候 后来就想学精算 然后看了看 当年他们说精算多难 全美国也不知道 多少个人能考 然后就觉得 卧槽精算一定牛逼爆了 太难了 知道吗 去学了一发现狗屁 那根本 我当然我也没有往后修 我前面一个好像fm一个p 是不是 我看了看 那个p那需要脑子吗 那需要的不是智力 那个需要的是速度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那个精算 你们以为是过来是靠你 能不能理解 不是 它要考的什么 是你熟练不熟练 它实际上是一门语言了 最后我发现 我后来为什么精算我不想学了呢 我以为这个精算是靠难度 靠智力水平 就是我能想到你想不到 我就是冰激牛 后来发现狗屁 他考你什么 他考的是谁 都能掌握 你懂吗 你也能掌握 我其实我跟你讲 你都能听明白 他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五分钟把它做完 他是就给你三个小时做多少道题 每道题就多少分钟 那个题我跟你说 只要给你半个小时一道 谁都能做出来 只不过就是说五分钟让你把它做完 你就不行了 你反应没有那么快 你没有那么熟悉 你知道吗 他最后就跟英文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要快速反应 一讲马上能明白 马上能说出去 就是把这数学 变成一种数学语言一样了 你知道吗 所以真的 我对好多人跟我说 说那东西特别难 没啥学 我跟你说别 我跟你说你要是一个笨人 你正好学这个东西 我跟你说越是笨人 学这个越快 为什么呢 你下死功夫 你要玩命做题 你要大量的做题 要熟 熟悉 你只要笨 你只要够笨 你只要够蠢 你只要够 你肯下苦功夫 哎 哥们精算就适合你 真的 你越聪明 你越他妈懒得干 你越恨不得我做一两道题 我明白就得了 你肯定不行 因为你的功夫没下到 他最后考的是功夫 不当然了 别说这些了 不过我跟你说 还是要考虑 我跟我老婆这两天 如果快要做到年底要交税了 建了几个会计 我发现还是很艰难 会计到最后我跟你说 头我都摆了 我建了好几个会计 真的头我都摆了 做这种东西 还是就是说消耗你大量的精力 所以中国人很多来的都喜欢考什么CPA 州的会计师 要不考精算师这些 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 这种东西他就是很伤神 你知道吗 其实多聪明的不需要 但是真的是很伤神 然后我两天看他们 我想幸亏当年我没搞那些东西 要不然的话我那天 我头发也白了 不还好我也没头发 说回来人人影视 彻底跑到没影去了 说完人影人影视被查封了 我心里很难受 是2月3号 人影视当年是2003年的时候 有一个加拿大的中国留学生 他网名叫小鬼神 他创立的 到2006年6月的时候 开创了一个论坛 他们当时开创时就是一个字幕组 后来改名叫人人影视 鼎盛时期 字幕组有三四百位成员 然后还有做时间轴的 还有几十人 最牛的时候 王思聪说 自己在国外的时候 也做过人人影视的字幕组的成员 人人影视 真的我觉得所有在海外留学过的 都知道大名鼎鼎 对不对 我们看美剧都是看他们的 对吧 后来到2010年2011年的爱奇艺 腾讯视频等成立 开始花钱的 开始买断的影视资源版权 买断了之后 如果你有盗版的话 他们怎么挣钱呢 就开始了大量的打击盗版 人人影视之前被抓过好几次 整顿了很多次 我们也知道 而且不断的改版 我们最早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BT China 我不知道还有我们有人知道 BT China是第一波就是倒在沙滩上的 也是第一波 当然BT China它做的不是这种翻译 它是就是说给你资源 对不对 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 对 专门做种子的 那时候做的是最好最成功 也是我们最喜欢 它也是做的最全的 那也是第一个就倒了 那是真是大名鼎鼎排行第一 那是第一个就跪下了 人人影视他们后来做的就怎么说 没有BT China那么好 尤其后面改版了之后 变得非常的麻烦 就很难弄 但是不过还是可以就是说使用 这一次看来就是说彻底不行了 而且现在说什么呢 说根据刑法呀第217条的规定 人人影视的相关人员 涉嫌构成的侵犯著作权罪 达到了违法所得的数额巨大 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为徒刑 同时要判处罚金 那有些人很替他们担心 但是我们了解一下 还好 因为人人影视和他们的字幕组 是两个独立的 那么字幕组出于兴趣不计报酬 翻译影视资源 他们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而人人影视将字幕组翻译后的 影视资源拿去盈利 所以目前接受调查 是人人影视的运营方 并非字幕组的成员 所以这个可能还稍微好一点 那些就是说免费给我们做字幕的那些人 可能还没什么大问题 而且他们绝大多数也都在海外 基本上都是海外留学生在做这些东西 以后他们被抓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还能有美剧看 看来可能也是够呛了 因为广电总局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的网络剧 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就说 我们要花点钱到爱奇艺腾讯上看 不就得了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他补充通知要求 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 需要实行先审后播 为内容把关 也就是说你拿美剧 虽然你买了正版的版权 你也不能播 要广电总局要审批之后才能播 那么你们也知道 大量的美剧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不对 等他闪完了之后 你就最简单的 就是说这几年最火的 大家一听都知道的 全油全力的游戏 这大家都听说过 这基本上世人都听说过 对不对 就全油那剧在中国能播 对不对 全油那剧经常有全裸镜头 对不对 经常裸几个女主角 基本上全一人一变 对不对 都被艺术献身子 对不对 你想那剧 他那尺度 我觉得就 以广电总局来讲 肯定是播不了 对不对 所以等他删完了之后 还能看 全油被他删完之后 你就看不懂了 对不对 那就删成什么样 你想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 对吧 还有我觉得不光是全油 我觉得基本上HBO的剧 拿来全播不了 没有一个能播 HBO的尺度都太大了 真的 欲望都市都不算尺度大的 我跟你说 欲望都市真不算尺度大的 HBO里边有很多尺度巨大 我的天 出不辣的是不是 是不是 就HBO的 我记得出不辣的 那尺度大到什么程度 我的天 真的吓你一跳 我以为我吓错了 我也没有吓成小电影了 你知道吧 我当然看着 跟我吓一跳 我吓错了 我怎么从哪下来 是不是 所以 我估计这么搞的话 以后中国老百姓可能 基本上是要告别美剧了 前两天 昨天还有小伙伴来问我说 有些留学生问我说 人人影视被查封了 说死冬哥知不知道什么 看电影的东西 问我现在怎么看 我们现在看的是用什么 叫什么Hulu 是不是 我们是因为我用 Vorison的电话 我们不是年年更新 年年更新我跟Vorison 然后再拿着他unlimited 随便上网的那种 因为我也是工作需要满手乱跑 有的时候我总觉得用得着 其实也用不着 每年也是白交钱 我以前不经常说 说我这一个月300多美元的电视费 再加上我老婆 年年换新的家电视费 每个月差不多35060块钱 所以 因为我交的钱也多 Vorison给我免费送给我什么 免费送给我 Apple Music 我们两个Apple Music都是免费的 然后免费送给我看什么ESPN 免费送给我看Hulu 还免费送给我们一个什么 三个 迪斯尼 迪斯尼 ESPN 然后这些都是 他Vorison免费送我的 我这300多块钱 就把这些都包括了 所以 好像现在Hulu上是最全的 迪斯尼上有好多迪斯尼他们的电影可以看 然后Hulu上有好多美剧可以看 ESPN可以看一些体育什么的 反正就是等于Vorison送我的 我现在就是看这个 那我觉得你如果要自己要花钱的话 我觉得就买Hulu就行了 就Hulu还好一点 其他那个我看也没什么 呃太大的这个必要和 呃和意思 对不对 那 当然了 你说你看这个他没有中文字幕 嗯 到底 好刚才到了30分钟关了 重开一次啊 呃 那这些呢是他的确呢 他没有中文字幕 但是他有英文字幕 嗯 对 我知道对于如果基础特别糟糕的话 看纯英文的真的是呃 看不懂 但是那那怎么办 我也我也没办法 是吧 我跟你说 我现在看美剧 如果完全没字幕 我看着也是稀的把扑了 你就能看懂一半 我是要最起码 就是说中文字幕我可以不要 但是第一个我英文字幕 就是说你有英文字幕啊 这就能看明白了 要是连英文字幕都没有的 我我也够呛 你知道吗 我现在呃 除非是那种特别熟的 你看我现在在网上 我要是看那个讲呛呛的还行 因为你看多了 你对他那呛呛什么事 你特别了解 因为有一些吧 有一些youtube上一些网红讲枪的 他不给你不给天 他不开字幕 不知道为什么神经病 还有那个讲那相机的 我就听这两个 就是说呢 就是说完全没有字幕的 我也可以 要是要是内容 要是电视剧如果完全不熟的 突然来一个新的人物 你也没搞清楚那种 就是说完全没有字幕 英文字幕都没有 我也是够呛 不过呢 当然有人说你怎么这么烂 我跟你说啊 这个中国演的电视剧知道吗 我跟你说啊 我妈在中国假如啊 就看这中文中文的电视剧 如果没有中文字幕 我妈看着也费劲 我妈也不行 年纪大了 你知道吗 刚听有时跟不上 所以呢 我我妈看的中国电视剧 也都是看有字幕的 没有字幕的 所以呢你不要以为那个 怎么着 有一些美国老头老太太 她们就是听美剧 也是看有字幕的 没有字幕的 也是跟不上 尤其有一些美剧速度太快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不要吹牛逼 你知道吗 我妈就特别喜欢听别人吹牛逼 老人跟我妈吹牛逼 说我当初到美国的时候 我也是英文一句不会 我去了五个月 英文赶上来了 托福就考过关了 然后什么跟老外对答如流 我就跟我妈说 我跟你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知道那叫什么 胡佛 是中国 搞中国百货榜 他叫胡什么来着 那哥们 胡润 胡润 中国百货榜 胡润那哥们 好像是英国小伙 到了中国 他上了大学 后来上了研究生 后来在中国上了博士 好像在中国上了十年学 毕业了之后 又在中国搞这个 我记得去年 我看财行狼眼 请胡润去了之后 做访谈 我以为他的中文非常OK了 结果去了之后 我就说实在的 就是说 你不看屏幕 你光大眼都听 你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 一听他就是老外 说的肯定就有问题 知道吗 胡润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了 在中国从什么本科研究生 博士上完了 又在这儿搞企业 然后没事还接受访谈 你听的怎么样 所以所有那些中国人来了 跟你吹牛逼怎么着的 你别崩离他 你知道吗 你看真的 经常有人来这儿吹牛逼说 你看你那英文说的 别傻逼了兄弟 真的 我在这儿我听英文说的好的 基本上都是嫁老外的 只有嫁老外的 不嫁老外的 我跟你说 全都带口音 你知道吗 没有不带口音的 真的 你就 我说你实在的 咱都别说英文 就说中文 我没跟你说 我在纽约的时候 来了一个新室友 他们俩 他们 那时候不就是 两室一听 对不对 一个室一个 都是留学生 就是说你一见过我 一见过大家公众出房厕所 那时候刚来留学的时候 来了一个新室友 你好 握手 你好 你怎么着 反正说两句话 我说你上海人吧 愣了 问我 你能听到我上海人 我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你知道吧 所以别吹牛逼 经常来了一个 带着一个 算了 别人哪来口音的吧 我一听你都什么哪的人 都能听得出来 跟我说 我说英文不带口音 你他妈说普通话 你就带口音 哥们儿 你先把普通话说好了 知道吗 还一 经常有人来跟我吹牛逼 说你看你那英文说的 你看我哥们儿 你我一听都知道你是哪嘎的的 兄弟 你知道吗 我都知道你是哪嘎的长大的 你的普通话都带口音 你的英文能不带口音吗 对不对 你到现在了 你在中国长得这么大 你从小老师教你求普通话吧 你普通话都带口音 我一听都知道你从哪 你从那么哪个省来的 你跟我说你英文不带口音 你的普通话都说的都不标准 你能把英文说的标准了 你逗我吧你兄弟 算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都这么喜欢吹牛逼 你知道吗 真的 你那普通话能说到了 你一张嘴我听不出哪的人 你看那个新的联播主持人 他一张嘴你能听说他老家是哪的吗 对不对 那一张嘴你能听说老家是哪来 你还跟我说 你说英文不带口音 你们真搞笑了 真有意思 啊 算了 本来这期要缅怀人人影视的 就想起 哎呀真的 人人影视 因为跟我们真的是 从我来的美国家那贯穿了十几年 一出的英识是想想大量的 都是以前好多好多的事啊 这些 然后他就是就那些老歌一样 你知道吗 你想起来不刚是那个歌 还有当初跟你一起听歌的那些人 还有听歌的时候那些事 你知道吗 你就像我现在有时候听 回到拉萨 那歌叫什么 就是回到拉萨 是不是 你就一听那个歌的时候 想起来好多好多冲冲的时候的时候 冲冲的时候那个最火嘛 是不是 反正对英文人影视想起来好多好多 脑子里特别乱特别的感伤 不好意思 跑天跑的有点多 想起来好多好多小的时候的事 反正就是仅仅死吧 我觉得就是缅怀人影视吧 因为真的是很感伤 说别的说不出来什么 真的就是说 但是这些回忆和他交织在一起的时候 实际上你就感觉他变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啊 那只有今天呢 就是说可能是要消失了 我那很希望就是说人人影视如果消失的话呢 字幕组能够留下来接着做字幕 就是说呢 你呃不涉及到片源的话 只是把字幕文件放出来 大家自己去找片源的话 呃我觉得也还是不错 那我希望他们的还能够就是说呃坚持下来 因为毕竟这么多小伙伴们都还是这个需要 对吧 很多这个中国留学生刚来的时候头几年 你像我们现在来了十几年 你看英文字幕也就ok了对不对 那你说有小伙伴真的现在就是就是不行 我很我很能体会我们刚来的时候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再给你讲一个吧 讲最后最后一个啊 再再再跑个题 咱们这期就结束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去了这个普罗维登斯 然后呢也是就是有一个室友 那个呢是一个那个小house 有个有四间屋 然后呢我们四个人呢一人一间 然后呢有个室友特别好客人挺好的 那个室友先不讲那时候的事了 以后有机会吧 讲讲我来了之后 留学认识这些留学生 有很多都特别有意思 咱先说这室友啊 这室友就带我一块出去呢 这个那个室友在那 那时候已经上了一年半的原学校了 比我们早来了一年多啊 然后呢对着当地特别人说走 死动带你出去吃顿好的去 普罗维登斯那地是个小地方 找不着那个中餐 我不知道中餐在哪儿 头两天呢吃了几天 这个学校的那个自助餐什么的 都快把我吃了 都快要这个崩溃了 这个以后真可以讲讲这个留学生活啊 一些好玩的根事 然后呢他带我呢去吃了一家的这个中餐 你说多好吃吗也谈不上 但是呢真的呢就不是那种呢给这个老外做的那种中国的那种外卖店 不是那种是真正的那个中餐啊 然后呢就去了 吃完之后呢那中餐结账了之后 他不都给你一个那个就那个cookie吗 对对对就给一个那个东西 然后呢就给了给了一个那个打开之后 留着有个条嘛 条里面有会有一句话 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俩就一人一个嘛 打开了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 十个单词 有八个我不认识 我一想哎对面学长啊 来了一年半了学语啊 我想他也能知道 我说你帮我看看什么意思 看了一眼 哎不重要 真的能够到今天啊 我觉得我还是很成功的 都靠了我都多亏了我的聪明才智啊 真心想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